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个是无量英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里面的电影 那你得要记住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现在十十多多念佛人 念了一辈子不能往生 这什么原因呢 他把这个因搞错 把发菩提心忘掉了 只注重在一向专念 所以他只有一半 另外那一半他没有 而不知道佛跟祖师 这是教会当中常常告诉我们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信愿之右 这个信愿就是菩提心 由此可知能不能往生 地因是你 有没有发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信愿 真心情愿 这欧业大师 药节里就讲得太好了 所以映光大师 对药节赞叹被指 即使古佛再来 替阿弥陀金做一个助解 也不能超过其上 这种赞叹是赞叹到极顶 早年 我刚刚到新加坡来 弘法 那时候 尹培法师在 他跟我是老朋友了 我没有出家之前 常常听他讲经 跟他很熟 因为我听见 我都坐第一排 跟他面对面 所以非常熟悉 到新加坡来的时候 老法师很难得 他大我十岁 他到机场去接我 我走的时候 他到机场送我 都是以奖金 给你奖金的法师不多嘛 所以他对我非常爱慰 曾经有一次 我到他道场去拜访他 他请我吃饭 他就问过我 映光法师 对这个弥陀金要解的称赞 是不是太过分了 他问我 我给他老人家的大夫 说是 我自己修净土这么多年 这个弥陀金讲过很多遍 我觉得映光法师讲的话 非常中肯 一丝毫不过分 实实在在难得了 也真正把我们 许多年的疑惑破除了 疑什么呢 无量寿经上明明讲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可是有很多 真正念佛往生 像那个沟鲁酱 沟鲁酱你问他 他有没有发菩提心 什么叫菩提心 他不知道 从来没听说过 他怎么会往生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轻言看见 轻而所闻的 往生锐向西游 就是站着走 坐着走 欲知时之 锐向西游的 总有十几二手言 这些人可以 给我们做证明 可是打听打听 这些人当中 多半都不认识 在打听他的行仪 都是好人 人都非常善良 慈悲 那这是社会上 真正的是好人 可是不认识词 很多没有听过经 人家叫他念佛 他就老老实实念佛 念个两三年 他真的成功了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大概他只有一向专念 没有发菩提心 多了偶叶大师 弥陶金耀劫 在恍然大悟 原来是什么呢 真性切愿 就是无上菩提心 这是偶叶大师讲的 映光大师 这个偶叶大师 小柱里头 小柱里面 这个柱节的时候 发前人之所未发 发是发明 古来祖师大的 没有说过这个话了 偶叶大师说出来了 是我们想的 不认识自己 你一劝他 他就深信 深信就是菩提心 深信 发愿就是菩提心 他自己发了无上菩提心 他自己并不知道 你要问他什么叫菩提心 他不懂 他不晓得 但是他对于 我们心中的信心 这个信心 坚定不懂 那么看看我们现前 念佛人 我看到很多 正是古人所说的 露水一道心 如果露水 早晨有 太阳出来了 一会儿就没有了 就晒干了 用露水一道心 听到别人 说一个什么 好的法门 好的方法 这个信心 立刻就都没有了 那么现在听说 大陆上有一个年轻法师 年轻大哥不太大 提倡 我们会念佛 说念一万身 就能够振三生佛果 念好 念一千万身 一千万身 不难 一天念十万身 十天就一百万 不要一年 他们来问我 我说你可以试验试验 一千万身 念完了之后 都不要一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